所以我在戒掉之后啊 我的任何的演讲、演习 或者是那个论坛 对方主办单位都会跟我说 要给他们简报对不对 但是我向来就会跟他说 我只有新制图,我没有简报 然后所以我从来不做PPT 那为什么不做PPT 因为我没有美感 我是一个没有美感的人 我也跟美术搭不上关系 所以我如果一定要做PPT 那个一定是丑的可以 除了丑的可以之外呢 我大概就是只有用高桥流 各位知道什么叫高桥流 就是只有大字在上面 只有关键字在上面 这是我最多使用PPT的场合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不管是教学演习还是演讲 只要我内容有东西 我的东西很棒 那我是可以接受我没有简报 这一件事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对那种简报做得很漂亮 但是讲起来没有内容的东西 以前都嗤之以鼻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当我把类似这样的一个新制图 在研习或者在教育现场 在把它丢出来上课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 同温层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 然后或者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点概念 你就会发现我给你的新制图真是非常的棒 他简直就是这个领域的宝典是知识地图 是一个导引一个方向一个圣经 你会觉得我很棒 可是呢 对这种人 对同温层 非同温层 就是你如果要去论坛 你要讲给一些下面不是教育界的 或者不是科技界的 那你讲的东西你这个新制图一丢出来 他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哇 他看不懂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深入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痛点 但是因为我比较常接触同样领域的 同温层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痛点一直没有很痛 一直没有 但是我知道我有这个问题 然后一直到两年前 就是疫情 两年半以前 疫情来了 那个时候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段 会有一点血腥 所以我这一张就是 这边如果18岁以下的 请你20分钟以后再进来 所以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也是从那一件事之后 我接触了Canva 那我们就从这件事开始说起 我也是有关于灯的 我还是从这件事开始说起